宋志孝日前因經紀公司拖欠薪水而決定與公司解約 隨時爭議延少 寒梅蒂社經也曝光了宋志孝會如此生氣的原因 原來他除了被欠了至少9億韓幣的薪水外 旗下庶民員工也遭欠100萬至200萬韓幣的薪水 據悉該公司的經紀人會先用私人的信用卡買單 之後再向公司報仗 然而公司卻遲遲不給錢 導致員工面臨信用破產的危機 而宋志孝在得知此事後 也直接向員工們伸出援手 像是一名員工就透露自己出車禍 動手術的住院費是宋志孝幫忙出錢的 另一名員工則表示 計程車前都是宋志孝在出 且經紀人忙的時候 宋志孝也會自己開車去工作 讓員工們感動直呼他不是藝人而是我們的姐姐 可以乾燥いうこと嗎呢 就認請你不及時 請我們再 fortress Senhor